都说博人转狗都不看 但他的主线剧情还是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尤其是拿二川木登场的这集可谓是经费爆炸 或有当初看火影忍者的感觉 为了回收容器 机械肥猪与川木展开了激烈战斗 与亲一样我楼是个使用科技与狠活的人 反观川木活脱脱一个人形的生化兵器 可以将自身的组织变成各种武器 在灵巧地躲开我楼的攻击后 川木当即而同结附体 一套顺域引杀正坎的我楼发出嗷嗷的猪叫 奈何我楼是个祖安狂人 打着打着猪皮就变得通红 不仅防御力得到强化 川木的攻击打在他身上就像在刮沙 就连攻击力都获得了大幅提升 这次轮到川木被打的嗷叫 就在众人以为胜负已分时 川木手上的蟹印记突然发光 与博人的蟹产生了共鸣 两人同时开启纹身模式 变身后的川木实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不仅轻易废掉了我楼的一条胳膊 还吸收了对方所有的攻击 只见川木将自己的右手变为麒麟臂 而后卯足了净狠狠的就是一拳 直接让我楼原地开花 打得我楼把去年未消化的仙杖椰汁都扁拖了出来 可川木并没有因此收手 他瞄准了我楼的面门 随后就是一发巨大的冲击波 方圆百里的森林都被移为平地 好在博人利用些吸收了川木的攻击 这才保护了心地气绊 而我楼则被炸得只剩半截身子 不过川木也因身体过载开始漏气 没一会儿就昏死过去 之后就被木叶丸他们给带走了 等再次醒来十一躺在木叶的病床上 眼前看守他的正是七代木火影漩涡名人 川木本想跳窗而逃 谁知却被鹿丸的影子模仿树给控制 在名人的安抚下 川木终于冷静下来 而对于他的安置问题 鹿丸提议监禁起来严加看管 可名人却决定让川木住到自己家里 身为人助力的他很能体会川木的心情 当初自己因为体内有九尾 受到村子的冷眼相待 幸好有三代的保护才没有让他被关起来 所以名人也不打算关押川木 之后名人又紧急召开了无影会谈 片柱汇报了川木的身体构造 他的全身遍布着那米大小的科学忍具 这是他的细胞能产生特意变化的原因 至于他左手上的吸印记却仍是个谜 吸收忍树的能力与木叶正在研发的科学忍具类似 而对于名人将这样的危险人物养在家里 我爱裸举双手双脚赞同 其他影自然也没有意见 就这样 川木顺利的空手入住了名人家里 对于老公领了个这么大的儿子回来 初天也表现出了贤妻良母的一面 可柏仁却不乐意了说什么也要赶走他 名人无奈只好给柏仁做起了思想工作 拿自己小时候的精力做例子 柏仁虽然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 但他还是警告川木 想要留在这里就不要动什么歪心思 谁知川木也是个刺头吃软不吃硬 当即垂翻了桌子 结果把向日葵精心准备给母亲亲生的花瓶给摔碎了 看到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小葵 川木也意识到是自己做过火了 虽然依旧傲娇但还是低头道歉 当然同居的生活难免会有摩擦 更别说两个冤家了 早上起床就因为谁先上厕所这种小事吵了起来 这可把名人给忙坏了 上个厕所还得分出个分身来劝假 好在雏田比名人更懂男人 想要抓住对方的心就得抓住对方的胃 当即拿出各种美食招待川木 果然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从小就吃了那么多苦的川木 哪经受得住这些糖衣炮蛋 住在名人家里的这段时间 让他体会到了不曾有过的温暖 他逐渐放下了自己的戒心 开始与伯人交流起来 随后说出了自己些的由来 原来和当初的人贩子大舌丸一样 慈贤跟阿玛多管迈来了许多小孩做实验 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 最终只有川木一人活了下来 等他再次睁眼时 自己的手上就已经被烙上了这个些印记 也是从来之后 川木每天都像是活在地狱里永无尽头 他知道只有去除身上的些印记 自己才能过上平静的生活 随后邀请伯人协助自己弄清些的秘密 就这样两人达成共识 开始朝一个目标努力 可他打碎小葵花瓶的那件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于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 川木决定买个新的作为补偿 因为没钱名人怕他会去偷 所以只好自掏腰包 带着川木去景也的店里挑花瓶 而景也为了示好 更是免费送了树花给他 谁知花的金布 就连手上的蝎兜下意识地自行展开 看着他惊魂未定的样子 名人一把将其搂在怀里 这股父亲的安全感 让川木冷静下来退去了恐惧 川木真心实意地道歉 让伯人有些意外 虽然感受到了诚意 但这并不是伯人想要的回答 随后从口袋里掏出瓶胶水 给川木让他自行体会 与此同时 牧业村外来了两名不速之客 果星居士跟迪鲁达准备来此回收容器 由于牧业村内有严密的感知系统 一旦有外人进入 就会被立刻察觉 谁知果星居士却胸有成竹 让迪鲁达留在原地等待 自己就这么明目张胆地进入了牧业